陳奕迅這日出席中標展覽期末禮 陳奕迅這日出席中標展覽期末禮 Eason自爆時間觀念差 以前常常遲到的 最近那次還遲了兩個小時 最嚴重的那次 不關你們的事 最嚴重的那次是剛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幸好沒有人認識 那時候又沒有歌 所以不用競逐新人獎或歌曲獎 我坐在很後的 沒有人覺得 但那天是遲了兩個小時 那天是怎樣處理呢 總之本來約四點 公司很好 你出席這場合都要化妝 整頭 那天變了我沒有 因為我遲了兩個小時 我六點才出現 不知道七點就開展覽 那便寧願不化妝 反正都沒有人看到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化妝整頭 最近有人網上舉辦售票活動 在未經許可之下 使用了陳奕迅的名義 日前Eason的公司 就已經發聲明會追究 而Eason這天都很嚴肅地作出回應 有一種分享 還是 無論你 你問人借東西 應該要先問人 那 即 那 你每件事都學會 即是 你今次知道原來不可以這樣 你問下次要知道 即是 如果你可能做一個展覽 或者分享 你都要先問人 即是用了別人的名字 都要先問 其實任何人都是 不是你幫人宣傳 便可以用 是你都要 是一個合作 所以如果有人用任何藝人的名字 你都應該先問那個藝人 或者問那個品牌 才再 再去舉辦 即是這些程序是要做的 做了才可以舉辦一個 音樂的活動 應該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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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